這是我們專長這邊在對的關係 所以這邊帶動我們會比較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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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那麼我想他們關交通原因 也大概是因為第一次是 京東是在台灣的最難關 我們看到京東有很多非常好的特色和資源 一方面京東有非常好的農業 再一方面京東有非常好的山水 那麼它有很多很好的一些地理環境 也有一些港區的一些特色在裡面 所以我們看到有東京大國灣 甚至於現在我們看到 當時這個恆水因野蘭到墾丁這個地方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一些 而且非常永恆的一些觀光的景點 但如果要把它採點起來 這是非常重要 過去我們看到屏東的發展 就是很多人 屏東有這麼多觀光人士到恆平 以前有將近幾百萬到一千萬的屏東人士 但是來到這邊 是匆匆忙忙經過很長的一個距離 到這邊 希望速度越快越好 到恆水之後 那完了之後就走了 那除了恆水出來的其他地方 很多很多好的地方 沒有辦法 都把它好好的加以發揮 這是非常可惜的 非常可惜的 我們希望看到屏東的美 是要能夠面的線的來看 而不止只有一點的來看 那這個呢 就要我們下課 我們能夠來看 今天呢 我也跟特殊副長跟我談到了 今天我們來看到的這個就是 從這個綁僑造 分身的這一段呢 我們希望能夠把它拉出來 進行一個支線 這個支線呢 目的其實第一個是解決 現有的交通的問題 再一個更重要的是 要把觀光產業能夠發展起來 這才是我們希望能夠看到的一個點 好 那麼 交通的問題 跟觀光要能夠在一起的話呢 那這裡當然有一些困難 我們比較克服 我們現在的構想呢 我覺得 就是 賀成副長已經 他有一個構想 我覺得構想其實也非常的好 我們一來這邊 就把這個案子把確定下來 就要來推行 好 那也就希望能夠讓這個 未來這個台灣的旅客呢 如果從西部來的話呢 他就是也許他是從 到左營站之後呢 他就可以搭乘這個觀光列車 能夠到達很順 那這個觀光列車 大家可能是特在講 就是說你 要跑到左營的話 他還要到處 很重快一兩個小時時間 很辛苦 所以這個事情 只要你一上了 從高級下來 一上了這個觀光列車 你就開始觀光了 你就開始享受了 所以我們第五家觀光列車 一定要有他的特色